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日再为之治疗 并令之素买一米 是小到煮汤 物煮太烂 可则饮汤 饿则十米 即是辛辣油腻之品 必须保持大便通畅 2010年11月19日 致患者住处是下午5点 患者已输液两次 因及时治疗 症状已略有缓解 谈笑自如 活动一刻 又知屈身自如 迈时点压痛 瞎 反跳痛 问发病前有报时辛辣时 患者素11月18日晚躺下 绝腹部烧胀 半夜即绝腹部不输 第二日则能明显感知痛楚了 患者一系列症状 完全符合蓝尾炎初期的表现 枕又迈滑而有力 略数 左迈滑 按去观尺见色 舌红而暗 台薄偏少 色微晃 问其口苦 口干渴 语淫冷 下午三点排 旁边一次 无钢门灼热 亦无明显臭辉 小便黄 四诊之中 为左脉色相难明 问而知其月经将至 或许有关 先为之真次 配以大黄牡丹汤 制法之思路 先针双安尾穴 左侧压痛明显 以带大黄 盲消之解读通辩 再针又三阴胶 以带单体 陶人之火血化穴 次针又阴灵犬 及太冲 以带冬瓜子之行 气化失派浓 共计五针 皆用泄法 患者素来针感好 故稍稍行针 诸多穴位之针感 即可上传入腹部 此时再诊其脉 滑向已去大半 留针四十分钟 留针期间 乃斯处方之法 由大便及舌苔 可知素食机制 和湿相不明显 由食欲尚可及素来便秘 可知患者肠胃厚食 由口苦口渴 饮水多 小便黄 之内热明显 症状已不急迫 大便已通一次 雇用大黄牡丹汤 去盲消加胃而成 九大黄 后下十克 单皮十二克 桃仁十克 冬瓜子三十克 卢根二十克 黄连九克 当归六克 茯林二十克 红藤二十五克 大黄不用生者 是因刻下无需即下 微微保持通畅即可 加卢根是清热生金 又有排浓的作用 肺语大肠相表里 用之总无坏处 且可使要甜一点 按理排不逆 以不用黄连为妙 但其口苦明显 故用之 当规则 活血而性温 可其反左效应 并且症状不急迫 用之也有 浮症已驱邪的考虑 茯林肝旦 首先可顾乎脾胃 其次又能立水师 给邪气已出路 红藤是治疗 长庸的特效药 极大血藤 中药学中有记载 但未留意 此时用之是 得自于无言的一案 而于无言 又得自阳立山之寒温调便 用之至长庸 至少一两 但觉得症状不及 用二十五克 一足以起效 起针后再次压脉试点 疼痛较前缓解 患者于二十日中午才买到药 服药前先诊其脉 并针次治疗 双脉不如昨日之滑而有力 右脉之色相一消 可知病是稍衰 唯右脉寸不咸 似而不得其解 后来想到患者有轻微发热的症状 自觉像感冒 或许感受微风使然 一路行走时腹部拦尾处仍不舒服 口渴稍减 其余依旧 未在排便 但有排便之意 针次取双蓝尾学 右阴灵泉学 右风龙学 左三阴胶学 左太冲学 即六针 用风龙者 防止邪气入落而成慢性疾患 尚有化着之效 针感一加 能逼近腹部 患者上觉蓝尾处有针感持续片刻 不知是何学之针感上传 诸学 皆用泄法 三阴胶失泄法后又行小幅度 高频率之年转补法 留针三十分钟 针次后迈向隐约有些变弱 极不明显 告知中药间伏法 若歇下次数多 大皇不必后下 前四季日伏一季 后三季隔日一伏 每伏空腹最好 此伏法欲求彻底治愈 不使其转为慢性病而实时发作 伏药一季后 大便通畅 月经一暗期而至 腹部疼痛好转 七季药服完则完全康复 即性蓝尾言 古称长庸 诸家制法不同 陈世多 动天奥只有清场汤 效果不亚于此方 赵守珍先生曾用先方活命瘾加减治疗 四以大黄牡丹汤调制 于无言先生用大忌红藤和大黄牡丹汤治疗 方慎安则用针刺 曲归来 契海 足三里等学 治疗一次即可身腿 下地行走 治疗三次痊愈 原中医护学第26次活动讲授内容 我该是是5%的胃口